哈囉 大家好 我是卡卡魚 我今天要帶你們來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它就在高雄的古山區 然後它這棟建築物是以前的一間舊的銀行 它叫做舊三合銀行 舊三合銀行 它就在現在的高雄市古山區 在日本時代的時候 是三十四銀行的高雄支店 二戰後改為新兵派出所之後 就一直使用到民國79年喔 那這棟歷史建築現在是一間咖啡廳 叫做新兵駅前 或是新兵疫前 因為駅前是日文的漢字 所以它沒有中文的發音 但是我們都會叫它新兵疫前 那我想店名的由來是因為日治時期 這裡的行政區叫做新兵町喔 然後駅賣的駅呢 是車站的意思 所以是新兵車站前的意思 要請看 從銀行門口一進入後會看到地板上有1921這個數字 那是因為1921年的3月5日是這間銀行的開幕日 在日治時代這棟建築物呢就在舊打狗藝前街道的關鍵區域喔 那當時有縱貫鐵路及港口運輸的關係 所以金融貿易的進出口商都在哈馬新這一帶 可以說是既繁榮又風光的一段時期 也因為這樣才有了金融第一階的美稱喔 在昭和八年的時候呢 日本銀行界為了強化競爭力 所以他把34銀行、三口銀行以及紅池銀行合併之後 重新取名為三合銀行 所以這也是三合銀行的由來喔 舊三合銀行的整修是參考大正的浪漫風格去打造的喔 而且他有結合蒸汽龐克的細節 那內裝呢還原了當時的櫃台結構 而且他一二樓啊 他的空間格局是回字型的喔 沿著路線往後走呢 我們就會看到百年金庫的大門 那這座金庫的內牆 他是用厚達50公分的混凝土去打造而成的 那金庫大門上面有一個圓孔 那從圓孔裡面呢 可以看到裡面擺著一台蒸汽龐克風的冰滴咖啡機喔 所以如果大家來這裡的話 可以點他的冰滴咖啡 就是用這台機器做出來的 那現在呢就帶你們上去看看二樓 這邊有一個門 應該是打不開 因為打開就會原地降落到一樓 那可以從這個門的門窗呢 看到一樓的吧台與牆 那三合銀行他的建築呢 是呈現回字構造 所以待會可以看到二樓回廊的中間呢 會包著一個木地板的房間 而且他木地板的厚度跟榻榻米的厚度是一樣的喔 那這邊從二樓望出去正對面 可以看到一棟特別的建築物 三型屋 三型屋在日治時代呢 是高雄的第一個現代化書局 那他興建的時間大約是在1920年 整棟建築物使用清水磚和木頭梁柱去建造的 那目前的成租業者呢 是一家叫做一二樓的餐廳在使用 這間呢就是剛剛說到的木地板房 那這裡呢可以看到一整片的蒸汽龐克牆 那蒸汽龐克又是什麼呢 其實他的特徵呢就是故事都設定在一個蒸汽科技 達到巔峰的一個架空世界 那藝術風格多以維多利亞時代的建築跟穿著去呈現 那偶爾會帶一點哥德風的元素 在蒸汽龐克中呢你可以看到就是他的背景都會有很多 飛船啊或是蒸汽火車或是機器人等等的一些機械元素 那男性的衣著呢跟配件 大多會有懷錶啊拐杖啊高帽或是護目鏡 那女性的話呢就會有馬甲啊高筒靴 陽傘或是景深裙 蒸汽龐克衍生出來的相關作品其實也還蠻多的 那動畫的部分呢就有奧術 蒸汽男孩 天空之城 還有霍爾的移動城堡 那遊戲的部分呢就有最終幻想 英雄聯盟 以及 跟罪殺機 從入口一進來呢就會看到這座精美的一字型矮牆 那這座也是從日治時期就保留到現在 在當時是三合銀行的營業櫃台 主要是用來分隔內部的營業室和外部的客六 那時候來辦事的人如果他們進來的話 就是會在這個右手邊這邊 一般人會在這裡辦事 然後 比較重要的客人就會在裡面的這個小房間裡面 然後他們那時候的那個銀行的行長呢 就會從後面有一個通道 一直是轟轟轟轟通到後面去 然後再從那邊那個門出來 然後走到前面的那個金庫去辦事情 那你們知道什麼是大正浪漫嗎 大正呢是日本天皇的年號 根據日本的一世一元制喔 從近代到現代的年號分別是明治 大正 昭和 平成 還有令和 所以今年是2022年的話 就是令和四年喔 那在明治維新後的大正時代啊 開始受到西方的思想跟文化的影響 像是有了自由主義啊 或是有了女權意識抬頭啊等等的這些 所以在當時的街上可以看到穿著和服跟西服交錯的人群 或是馬車與汽車是同時穿梭在街道上 那你在街邊看到的建築物呢 也能看到和陽折中建築 形成了一個特別的畫面 那如果這樣講你們無法想像的話呢 可以直接去看鬼滅之刃或是風起 這兩部都是以大正時代為背景的動畫 舊山和銀行的建築形式呢 它和現在高雄齊山區農會非常相似喔 不過齊山區農會的入口是臨街切45角 兩棟建築的一樓都是舉行的開口 然後二樓也都是駐列式的那個裝飾 那位置呢一樣都是在道路的轉角處 所以不管在構造上或是建築樣式 還有它使用的材料都非常的類似 那推斷是當時流行的銀行建築風格喔 在日治時期設立的金融機關啊都會盡可能的選擇在那一區的行政中心 所以設置點呢也多為當地商業聚集區中的街道轉角的位置喔 大多數的銀行呢會將入口設置在視線聚焦的轉角面上 並使用一些建築的樣式來強調它的入口面 但是山和銀行的入口呢它是由一側零街面的中央進入 一樓的開口呢是矩形長窗 二樓是駐列回廊與簡單的混凝土裝飾 所以在外觀上看起來就是造型蠻簡潔的 而且正立面是對稱的 那它用突出的雨壁呢和陽台來強調它的入口 也形成了一種特色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喔 掰掰